接下来的教育信息 凤丁镇110年语文竞赛 吸引了全政各国中小学的语文好手前来参加 竞争非常的激烈 而经过一个上午的精彩比赛 产生出了演说 朗读 作文 写字 字音字形等选手 将代表凤丁镇来参加线赛 镇长肖文龙齐许同学多多磨练说话的艺术 因为将来踏入社会之后 都需要透过语言文字来表现自己的优点 勉励学生趁着这次的参加机会 吸收其他学校的同学优异表现 相信未来表现可期 一个人不管你肚子有多少学问 但是讲的时候还是要小头去表达 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我是认识这里我们看得到说 讲话真的是需要学习 所以我们政工所对我们语言的比赛 我们是相当忠实 也希望学校的老师跟校长多多培养我们的学生 要怎么样去讲话 这一点是相当重要 以后你到社会去 你要去做事情 你要去做生意 你要去做老师 都是要靠讲话 你肚子太多很多东西 但是不会去讲话 你去输人家说话 比赛们除了肯定学生与指导老师的努力 也分别针对需要改善加强的部分提出建议 比赛老师也希望通讯们能够把握最后的时间 多加练习 为自己学校为风铃震震光 我想那个整个比赛的过程 如果得到奖的老师 得到奖的学生 那么这个重担就放在你们的头上 家常训练 毕竟我们的水准 跟人家还差一点 但是临阵某枪 不快也光 优效 以前我在当老师当校长 我对这方面我非常的投入 大家为了凤林郑的荣誉 得到奖的校长 老师学生加油 政长萧文龙除了感谢评审老师的辛劳 也鼓励同学们 能够精益求精 代表凤林郑参加线的比赛 能够齐开得胜 争取最高的荣耀 记者凌杰 凤林郑采访报导